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照理金关不了 照理金关不了 各位同学 大家好 今天呢 我又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去 今天我到了美国的东岸 所以呢 我又换了一个摄影棚 今天的光没有上次好 不过凑合凑合啦 这个老人嘛 不用太在意 对不对 反正我已经证明过 我用我的照片放到台大毕业纪念册 就可以去证明我跟金城武长得很像 所以这个也不重要 那今天呢 来 我们先来看看我的新的摄影棚 让大家参观 跟大家介绍今天的新的摄影棚 我又跑到了美国东岸 今天的摄影棚 长这样 因为高度不够 所以就拿这个烫衣服的烫衣板 摄影棚 站在这里 我呢 今天站着录影 就站在这个地方 这就是今天的豪华摄影棚 跟大家分享 黄金打造 因为这里的光 稍微浓一点 但是因为打的是顶光 所以今天呢 难免看起来人会比较憔悴 别再问我 你是不是又瘦了 你是不是生病了 你是不是被蔡同学迫害 没有 这一切都是光 好 好 接下来今天有大事 有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就是我们论文门的战友 也是我多年的朋友 其实等这一刻已经等很久了 我希望像佟律师啊 像张靖律师啊 李振华律师啊 这些有正义感的人 除了参与论文门 除了参与社会改革之外 应该要站出来 可以参加一些这个台湾的 呃政治的这个实际的活动啊 那当然从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我觉得他其实给了我们 包括我在内很多人 其实给我们很大的鼓舞 知道这个社会上呢 做对的事情 德不孤必有灵 好那所以今天这个佟律师 参选这一仗 我觉得对于台湾已经沉寂很久 很闷 找不到出口的台湾政坛呢 这是平地一声雷 然后我带 呃针对就这么久以来 呃 大家一起并肩作战 战友 祭上最大的祝福 那当然我们也会全力支持 呃支持佟律师呢 不只是说支持一个素人从政 我觉得我们是在支持一个给台湾社会 长期被少数人垄断绑架的 恶劣环境呢 注入一股新的改变的可能力量 所以我觉得说乐观其成以外 我还是非常的高兴 来我先从几个事情来看这个所谓的素人从政 我先看台北市长这一个局啊 我觉得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就是台北市长也好 台湾的政台也好 选来选去选来选去都是老面孔 而这些老面孔呢都是回锅 都是孤老肉 就是 你说你做得很好 你回锅 不是 你知道民进党是选举败了 去中央当高官 然后掌握权力以后 挟着这个 呃党政不分 或者挟着这个公权力 再回到地方去 选白礼侯 用这种巡回的方式啊 我觉得简直是践踏民主于无物 可是悲哀的是说 作为我们这个老百姓跟选民 我们就无奈的 连发一点微弱的声音 都要被限流 被检举 被社会秩序维护 法 法办 这就是台湾今天的现象 好我先从台北市长 现在目前的几个候选人 来看看台北市民 我原本想说糟糕了 这届台北市长选举 但我不一定一定能回得去 但是我觉得说我几乎没有可以推荐的人选 首先执政党 大笨中如果真的登记参选 那真的是台湾民主政治的笑话 笑到了极点 我不是说 大笨中不能参选 任何人都可以参选 但我认为大笨中要先去做四年的牢 再出来参选 那我觉得OK You have to pay back 你先要把你自己这个 这防疫所做的事情 对台湾社会整体的伤害 包括了整个落后部署 包括了这个制造假讯息 什么买到了几千万剂疫苗等等 不断的欺骗老百姓 然后这个放任高端跟其他这些不良厂商炒股 最后呢连疫苗检测的筛剂都出现了重重的弊案 这一切也是造成今天台湾有这么多人 不管是疫苗或者是因为疫情而冤死的冤魂 这个东西绝不是天灾 也不是疫情 如果我们去看看全世界各地的状况 这百分之百是人祸 所以大笨中绝对不能自外于这场人祸 那没有想到说一个政权可以这样的不顾廉耻 还把这种人呢硬是把他推出来参选 这就是典型的指路为马 就是说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匹是路 已经被拆穿了但是我就是要把他变成马 然后呢我相信谎言说一百次就会变真理 所以我就用这种方式来洗脑 创造一个指路为马的现代赵高的现代版本 这就是今天的民进党 好那我要来讲说大家可能会很失望说 我知道看我的节目当中呢是最典型的政党融合 有国民党支持者有民党支持者有科粉 也有一些无党籍的人 然后也有一些是对台湾的政治极度失望的人 我首先要劝极度失望的人 千万不要失望 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一点事 小到看节目按赞分享小铃铛抖内参与讨论 那进一步呢你可以走出来 比方说法庭有些活动你可以去旁听 制造这个舆论 好讲到这个 7月6号我有一个庭 7月7号我有一个庭 7月12号我有一个庭 7月6号是我告陈朝建李靖勇 7月7号是高院论文不存在之诉 7月12号是我要求台东地方法院返还 我放在张静律师电脑中的那一大堆论文门的档案 因为那个跟他要查的案子根本不相关 结果莫名其妙他竟然传我去 我不知道他是 他是太想念我是不是要我去签书签恶观这本书 那连续三个庭好 我一定会在法庭上呢 善尽我司法改革跟这个传达宇宙政经学院所有同学们 这个希望台湾能够走回公平正义 如大汉周旺云尼的心态 我会把这个东西转达给法官 我不管你们是恐龙法官还是受命来这边制造政治判决 我不管你要怎么判是你的事 但我要尽我的一个作为良善公民的责任 好在童文勋还没有宣布参选台北市长之前 我真的不知道我的节目要怎么评论台北市长要选谁 第一个大门中你完全不合格 你出来是典型的笑话 而且我必须说你是个政治的老仔 我今天下面这段话我讲给绿营的支持者朋友听 我请问你 三年前2019年以前有谁认识大门中 连我这个媒体人我完全不知道陈时中是谁 三年前我完全不知道他是谁 去翻了一下他的资料 哦原来他曾经在担任牙医公会理事长的时候 担任这个小英之友会的一届的什么召集人 就这些 这些我只能说 这些人都是性进之徒 包括很多 呃有人担任律师公会理事长 医师公会理事长然后站出来带头挺 某一位不一定挺蓝或挺绿 他们这些人就是压保 为什么压队保了以后 就是会变成不分区立委 一届的代表或者是法界的代表 这种例子太多了 你去看太多太多了 好 所以这些人基本上是在利用他们在民间社团 比方说全国医师联合或者这个律师公会联合会 或者医师公会联合会的影响力 而你知道吗 在这种律师或者医师公会联合会里面的投票 也是花钱也是买票也是拉帮结派 不一定是直接一票多少钱 而是下资源去过桩 然后一步一步选什么常务理事监事 最后去选的这些民间社团的负责人 而这些民间社团负责人最后都跨足政治 然后去当这个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的某一个一届法界的后援会的总干事 然后就进入政坛 大笨中就是典型的这个例子 2019年以前我相信没有人认识他是谁 连我们这种媒体人近身观察都不知道陈时中是谁 好 好 那么应该再往前一点 因为他担任过 呃 他应该他担任过卫生 卫福部长 所以再往前一点 你可能这个卫福部在没有疫情之前 你根本不知道他们这些人在干什么 好 那么 像这样的人 他这一生 除了政治豪赌之外 我看不出来 他对台湾的民主 对台湾的政治 有付出任何的关怀 没有 直到有好事 后康人来的时候就跳出来要选举 他凭什么选台北市长 拿开疫情把台湾搞得乌烟瘴气不说 以他的经历 他对这个社会参与趋近于零啊 他凭什么选台北市长 这是一个大笑话 同样的事情我也要告诉蒋万安 告诉莱宁的支持者 蒋万安凭什么选台北市长 我认为国民党提名错人 我不管你说 你说他除了年轻一点 有人说他外表长得帅 我一点都不觉得 我坦白讲 他长得 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我不知道年轻人怎么定义帅 好 但是如果帅就能选市长 那很多人都能选啊 去那个演艺工会推几个人出来不就好了吗 今天我要问的是不管是陈时中也好 蒋万安也好 或者是黄珊珊也好 你们除了把政治当成一个你们的工作跟职业之外 在你们没有从政之前我请问你 你对这个社会国家做了什么事情 你做了什么立己 甚至立他或者损己的事情 一件都没有 这是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我不知道投给蒋万安的理由是什么 你除了当然学历漂漂亮亮 然后担任这个一个律师 然后就从政 然后从政的过程当中 你告诉我任何一个单一法案 你让我想到蒋万安想到你曾经做过什么 从政的过程一片空白 那今天突然告诉我说你要选台北市长 我觉得我好像被鬼打到的感觉 我首先要问的是who are you 我甚至对绝大部分人来讲 他这张脸孔都是模糊的 偶尔听到他发言 就是要说要为这个什么 中正纪念堂要保留 要为两讲说话 这是我最不以为然的 因为一个政治人物都有功过 从从孙中山已降 或者是台湾的民选的这个总统 或者是你说台湾历史上的什么奖位水啊任何 就是每一个政治人物 因为我们不是神 我们不是上帝 我们都有功过 作为一个诠释历史的人呢 应该要平心静气看每一个朝代的历史人物的功过 不能因为他是我爸爸 他是我爷爷 他是我的曾祖父 所以呢 我就可以完全不顾历史事实 那所以我看到这个 我看到蒋万安在争取发言权的过程当中 唯一做的事情就是维护他的家族 如果一个人呢以私害公 那这个人是不够资格出来从事公共事务 这样子我就没办法证明 我难保他将来不会因为自己自己的这个装脚 或自己的态势的利益 而牺牲了全民的利益 民众党也是如此 黄珊珊也是如此 那很多人在讨论他 我觉得这些人从政的动机 都让我们看不出一丝一毫的赤子之心 而这份赤子之心 我在同一群身上看到 我不敢拍胸脯保证说 因为我觉得声音上说不能为人做保 因为保这个字就是人呆嘛 对不对 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呆嘛 做保就是人呆 我不能为他做保 说他将来会一定是个好市长 或怎么样 但我至少认为素人从政有一个特性 就是他们的动机是比较单纯的 他们不是家族的世袭的政治 或除了政治之外没有别的工作 可是很可惜的是 我们今天看全台湾这些政治人物 不管是林佳龙磨刀霍霍也好 什么郑文燦也好 这些人我讲白了他们是过河足子 因为他们只有拼命向前 他们如果选不上他们就失业了 所以这些人会无所不用其极 去拉帮结派巩固派系打群架 因为政治对他来讲是人生生命的全部 所以我对素人从政呢 我通常会赋予比较多的关心跟关注 因为我认为他们从事社会服务的动机跟成分是比较大的 不然的话他要从政他早就从政 他早年轻的时候家族就可以开始铺路 像蔡同学这样子 可以一步的从学历开始造假 然后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这种叫做想要把政治当成终身的职业 这种人通常有一个特色 当然不是为国为民啊 当然不是以国家姓王为己任 治个人死生于度外啊 而是他们深深了解到政治是一门可以谋取暴力的行业 这是我今天对于看到佟文勋律师出来参选的时候 我心里的一些感想 这段广告马上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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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竟签物 It's like watching the sunrise High tide When no one by your side It's like you're at a movie Then you see a lover walking by It's like the sunlight in my eyes But at the apricotry sky I hope I'll find someone I've walked this road There's not an end I've served this scene Found no one there What's the point of staying to the end If you have no one on your end It's like you're in a paradise Yes, you're dancing But everyone is blind It's like you're at a party laughing but you don't feel alone Can't feel the sunlight in my eyes 政經關不了 政經關不了 政經好 今天童文勳律師的記者會 宣佈參選 我覺得他一開始呢 就挑明兩件事情 第一個他是針對蔣萬安 在這個競選形象的logo上面的侵權問題 我覺得是四兩波千斤的 先給自己的對手呢下一個馬威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也說明了一件 就如果你今天本身是一個律師 你對於法律的事情的認知是如此的偏差 那你將來要怎麼樣代表台北市民 就是你在這個公平正義這件事情上面 除了我剛剛講的論文門之外 我覺得還有能力的問題吧 所以我認為國民黨在推候選人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給予一些配套的支援 免得一出手呢 起手勢就鬧了一個笑話 那另外我覺得我特別關注的是 童文勳律師提到 就是有關於海霸王這塊地 海霸王這塊地呢 如果我印象中沒有錯 也是童文勳律師在總統青春庫事館 在他做童文層的時候 獨家揭露的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除了事關今天 在總統擔任這個全國最有權力的四軍統帥之際 有沒有以私害功 同時也就證明了一件事情 如果民進黨跟綠營的支持者 這麼在乎轉型正義 那海霸王就是一個最好的轉型正義的例子 當時的勒馬飯店 他是如何將國有地 變成什麼中央軍事校友會的用地 是如何把這一個屬於國家的土地變成了私人的土地 所以這個過程 包括那時候的革命時間研究院的任覺悟 這一系列的故事都收錄在童文勳律師的調查 總統青春故事館裡面 在台灣 敢這樣去正面迎戰挑戰最有權力的四軍統帥 這樣的人不多吧 我認為光憑這個勇氣 值得大家深入去了解一下 這一個素人從政的動機過程跟品質 我先不去告訴大家 或者先不呼籲大家 投誰不投誰 就像論文們一樣 我並沒有要求 心境的這些人 到底你們要支持我的看法 還是不支持我的看法 但是我認為 你們應該要先付諸關心 先了解這件事情 再來做個決定 好我先分享一下今天呢 在童文勳律師的記者會當中的一些 我認為有必要跟宇宙正義宣的同學們 一起分享的片段 那就是這樣子的 就是昨天其實幾乎所有的媒體都在吵這個事情 就是講完 他的這個主視覺用了一個無限大的這一個 好像一個疤 就是我現在 我身上有戴了一個被子 這是我們已經註冊的 而且在2018年就已經使用的 這是推薦我們的大聯盟 在2018年就使用在政黨的推薦文宣品 他註冊在商標第41跟45類 所以我覺得林家龍跟這個蔣萬安 事實上不用再打口水戰 林家龍如果要指控蔣萬安抄襲的話 因為要拿出他的商標專用權 那蔣萬安應該不要再使用這個logo了 因為也不要去印拗說這個是政治的使用 不是商標的使用 因為你接下來的整個競選的形成 你會印製很多的文宣品 你甚至會辦很多的研討會對不對 那41類跟45類全部包含在內 那我們今天把註冊的資料給大家看 那個剛才有商標證書 那第一件事情是 台霸王的前身就是勒馬飯店 大家都知道是蔡英文家族所持有的資產 在越戰的期間 也就是美軍顧問團駐守在台灣的期間 勒馬飯店做的是什麼?營生 那個是踐踏台灣女性以及台灣非常悲慘的一頁 如果我們今天要講 比如說轉型正義 我們今天要講民主法治 既然本來是二號公園 你把二號公園其他的土地都徵收了 只剩下這塊土地 當時高義樹市長說過 這塊土地軍方把它用來什麼名目呢? 到今天為止他還是這樣一個地幕喔 叫做中央各軍事學校同學會館建築用地 為什麼其他人的土地都被徵收了? 只有這塊土地還在那個位置上 違章營業這麼多年 各位樹市長在過世之前 還曾經公開發表他的看法 在我今天送給各位媒體記者這本書 總統青春故事館裡面 我們都有詳細的這個說明 所有的證據都是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 然後呢 蔡英文跟臺北市長 竟然趁著疫情期間 把這塊土地變更為商業區 這個大家可以接受嗎? 不能 如果可以的話 那麼請把二號公園上面的所有的建築物 包括花國包括北美館全部拆掉 把土地還給原來的地主 這才叫公平對不對? 對 好 所以我第一個證件就是 一定要怎麼樣? 拆除海霸王 管我二號公園 這個才是翻過 當時美軍顧問還在臺灣 臺灣的女性被踐踏 這一頁一定要翻過去 我身為女性 這件事情一定要做 那我第二件就是 我認為很多人都說要拆松基 要蓋房子 我認為不要拆 對於臺北市來說 松基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 結合花國 我們可以挖一個地下道 然後把它直接變成是一個境外中心 因為花國本來就有電子圍林 變成境外中心之後 我們其實有很多世界藝術品的拍賣 這些人就直接進來直接出去 帶來的商機是非常龐大的 也有機會讓我們在香港 今天是七一回歸對不對? 在香港這麼動盪 藝術品拍賣要移動到別的地方去 金融中心要移動到別的地方去的時候 臺北有絕好的機會 大好的條件 這不只是創造臺灣百億的商機 是千億的商機 這件事情一定要做 然後再來是 我認為這個社會住宅一定要蓋 怎麼蓋呢? 先找到閒置的共有土地 絕對不可以去沒收人民的財產 你沒收人民的財產 從假的土地上面把它掠奪了 政府做莊 然後跟建商合建之後賣給乙秉丁 這樣是公平正義嗎? 這符合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的意志嗎? 當然不符合 所以你只能從閒置的共有土地去著手 很多閒置的共有土地 然後不會增加臺北市的預算的負擔 我們就可以完成這件事情 所以我在此宣誓 如果我當選之後 兩年之內沒有推動任何一件社會住宅或辭職下來 這就是對自己的政見負責 可以檢視的政見 然後我們的第四項 就是雙女教育 我們今天如果說台灣要變成 這個國際的能見度要高 台北市一定是龍頭的都市 那龍頭的都市 我說我今天要把它變成一個國際村 國際金融中心、國際拍賣中心 雙女一定要跟上來 喊了這麼多年的雙女沒做 那至少在市政的部分 就是公辦的從幼稚園到國小 一定要雙女化 因為你一旦到國中以後才接觸外語的話 甚至第三外語都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這是幾個主要的事情 我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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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天明信真是一場地 太天明信不可 外國無法 金融中心 I've surfed the sea I've found no one there What's the point of staying to the end If you have no one on your band It's like watching the sunrise High tides When no one by your side It's like you're at a movie Then you see a lover walking by It's like the sunlight in my eyes But at the apricot-colored sky I hope I'll find someone I've walked this road There's not an end I've surfed the sea I've found no one there What's the point of staying to the end If you have no one on your band It's like you're in a paradise You're dancing But everyone is blind It's like you're at a party I'm laughing but you don't feel alone I can't see the sunlight in my eyes The world is not a place It's like you're up to to That's like what you're saying I love you I love you After the next I lov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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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要投誰 很簡單 第一個 如果他連論文門都不談 隻字不提 這種人你怎麼從事公共事務呢 一個事關台灣最重要的價值 還有包括了司法 一個政治人物可以完全冷漠 請問你我們怎麼期待這樣的人 他從事公共事務的時候能夠為名喉舌呢 所以我來檢驗台北市 陳時中大笨中 一個字都沒提 你說他沒有能力判斷真偽嗎 念到大學畢業當了醫生了 在社會上打滾也三四十年了 判斷一件事情的真偽 他沒有能力嗎 如果連這個都沒有能力 那他可能沒有辦法出來參選 從事公共事務 免得誤了國家大事 你說他可能不認同我們的看法 他可能認為論文是真的 可以啊 我完全可以接受一個人 他認為論文是真的 學會是真的 那拿出你的證據來 拿出你的論述來 沒有一句話都沒有 那好我今天可以稍微理解 那因為你是民進黨員 所以你這個要踢爆 你有點困難 那我請問你 如果你從政的目的是為了打群架 自己的黨主席攀贓枉法 尋私舞弊 你就晉升 那請問你將來 你在台北市政 只要你是同黨的人 吃乾媽淨 貪污舞弊 你是不是也會晉升呢 第二個 要批判的 尤其值得加倍批判的是國民黨的蔣萬安 蔣萬安在論文門這件事情當中 從來沒有發過議員 連一個字都沒發 你可能會說 論文沒有選票嘛 所以他們不說 如果是這樣 那更糟糕 這證明什麼 這個候選人 包括這個政黨在內 只要是沒有政治利益的事 你們都不會做 那我們能期望你給台灣的整個政治改革 能夠注入什麼樣一個新的活力呢 一個年輕人 年紀輕輕 連一點正義感都沒有 連一點道德價值判斷的勇氣都沒有 你從什麼正啊 再來 我要說 可能他沒有這個能力 那你更不要從正 今天在美國念過 在台灣念過大學 在美國念過 JD 就是法學學位 然後當過律師 尤其是你當過律師 你應該知道一件事情 真偽的判斷 如果連這個能力都沒有 那你怎麼從正 好 我再講一遍 我不是要所有政治人物都認同我們論文們同學們一樣的觀點 你可以持不同觀點 但是你連想了解的一點點好奇心都沒有 更別談正義感 你連想要介入了解的好奇心都沒有 我怎麼期待你可以讓台灣的政壇變得不一樣 我怎麼期待你會替人民的遭遇不公不義去爭取 一點機會都沒有 這也是我認為國民黨一點機會都沒有 因為你的黨主席 你的副主席 這些人 你們都有博士學位 你們知道論文是怎麼一回事 你們知道學位是怎麼一回事 好 我提這個東西先不提 你們看到整個司法審判的過程 你們的對手執政黨是怎麼樣的介入 你們是 你們是幸災樂禍嗎 你們是 呃 這個 當成這個旁觀者 騎官說看北修湯嗎 那你是一點點這個 呃 道德勇氣 連一點點的這個司法公平正義的 呃 的 我們對你寄望一點期待都沒有 那請問你你要怎麼從正 這麼簡單的事情 你要怎麼從正將來你當了台北市長 台北市政府發生功成弊案 發生到這個造假學歷 碰到了這個教育體系的弊端 你是不是也會一樣的置身事外呢 第三個候選人黃珊珊 你也是一樣 你也是律師 你還是議員 這麼多的 施政監督的案子 也許你會說 啊這個東西不屬於台北市政 可以我可以接受 但是 你下了班之後 你不會研究一下這個案子 你不會你不會 尤其像政黨民眾黨 你們不會組一個調查團團體 來了解這個案子 這難道不是政治的一部分嗎 你們難道下了班之後 以個人的身份發表看法 沒有 大笨中 蔣萬安 黃珊珊 一個字都沒有談論文門 這證明什麼 台灣的政壇人物全在獲悉你 因為他們不想在不相關的事情上面 與蔡英文為敵嘛 如果你沒有這樣的一個是非正義 那你怎麼從事公共事務呢 完全沒有機會 我覺得你們就直接出局吧 好 那 那童文虛呢我想大家都看了嘛 他論文門一開始最早的時候他就跳進來 而且我必須感謝 當我們節目被民視給停掉之後 八天之內他就提供給我一個 攝影棚讓我們可以在那邊 把政經關不了延續下去 這證明什麼 證明他雖然是一介女子 可是 有 破例 有道德勇氣 不怕被打壓 而且你看 論文門一路追過來 大家可能忘了 今天去看蘋果新聞網 他提到一件事情就是 在2019年10月3號 那時候論文門才芳心慰愛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不知道怎麼回事 只要談這件事情沒有一個不被打壓的時候 他跟楊憲宏兩個人到監察院去陳情 找監察委員王美玉陳情 我要講王美玉也是我們這個媒體的前輩 也是以前忠實的總編輯社長 到現在這個陳情到現在兩年十個月了 你給我光天化日下吃案 整個案子完全沒有調查 也完全沒有任何的下文 那你是監察委員在當什麼 好 今天在2019年的10月3號 我們回到那個時候的場景 是一個什麼風聲鶴唳的場景呢 是我們談論文門的人 包括很多人了啊 通通被臉書封鎖 被YouTube封鎖 被網軍洗底 被網軍 誹謗 然後我已經被起訴了 我已經被告了 我被告的時候 呃一個禮拜 彭文勳跟楊憲宏到監察院去找監察委員 他們的著眼點是什麼呢 他們的著眼點是如果 如果蔡同學在央圖的這一本 叫做論文的話 那他一定涉及自我抄襲 我想這件事情大家都忘了 就是說 如果蔡同學的這一本論文 是1983年10月16號口試完畢 就出版了 那麼 他在1983年以後 在台灣的所有期刊 一共有5篇 都拿來作為他的升等資料 是全部抄襲自他的論文 而且是一字不改 只是把中文翻成英文 我在2019年的時候 曾經花了大概 兩三個星期 一頁一頁一個字一個字去比對 而且這個發現也是同文勳律師 他是一個字一個字去找出來的 所以這證明了一件事情是什麼 我們先不談別的 我認為對論文門有沒有持續的關注 先不要說有沒有評論有沒有立場 有沒有持續的關注 這是一個政治人物 要不要能不能夠不夠資格跨足 無公共事務的最基本的必要條件 我再講一遍 你可以支持反對 你可以認同我們對於論文門的看法 或者不認同我們對論文門的看法 但是你不能夠完全置身事外 如果你是一個知識分子 更何況你是一個知識分子 加上一個要從事公共事務的準政治人物 如果你完全做必上官這證明了一件事情 你要不就是毫無智慧 要不然就是毫無勇氣 通常這兩者兼具 一個毫無智慧毫無勇氣的人 你憑什麼跨足政治 我再問一次陳時中 蔣萬安跟黃珊珊 你憑什麼跨足政治 選台北市長 那台北市民將來碰到不公不義的事情的時候 你是不是也會做必上官 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第二個 當你看到論文門整個過程當中的司法操弄 包括連律師都被搜索 在這件事情上面請問你們 黃珊珊你也是律師 你站在律師的角度 你有說過一句話嗎 請問蔣萬安 你也是律師 你對於你的同行同業遭到這樣的情形 還有包括司法上面的審判的問題 請問你你說了一句話嗎 大半鐘你忙著把台灣的疫情搞爛 你大概沒有時間去關心這件事情 但是我必須說的是 以現在這個直路為馬 顛倒是非的執政黨 你們推出來的候選人 就算再優秀 選民們你們認為 你們還願意被騙第二次嗎 所以今天其實 我還是回到我的主題 就是論文門 您別說我是鐵錘效應 別說我是這個 因為手上拿著鐵錘 所以眼睛看到的都是釘子 其實台灣近幾年來 如果我們要從事一個最大規模的 政治除垢運動 我認為應該從論文門開始 因為第一個 這個涉案的人 他是全台灣權力最高的人 如果全台灣權力最高的人 都能夠在光天化日大庭廣眾眾目睽睽之下 做一個犯罪的逃犯 在我們面前揚長而去 而且還回頭呢 搶被害人 迫害被害人 那麼 台灣的政治 怎麼會有希望呢 第二個 很重要的事情是 論文門牽涉到了台灣的教育體系 司法體系 這整個系統幾乎就已經斷定了台灣下一代的未來 司法不公 生活在台灣的人民沒有希望 教育沒有方向 教育沒有原則 台灣的下一代必然是非不分 所以我再說一次 要從政的人 要爭取選票的人 你們對於論文門這件事情 完全冷漠 是沒有資格從政的 進段廣告 馬上回來 離不 Local 準備 這一顆 一切 途中 找一個 找到四個 找到一種 Someone to see, someone to love I'm wondering, free, can someone please Maybe take me for a ride I've been trying to forget, I'm tired of trying I've walked this road There's not an end I've surfed the sea, found no one there What's the point of staying till the end I feel you I've no one on your band It's like watching the sunrise High tide When no one by your side It's like you're at a movie Then you see a lover walking by It's like the sunlight in my eyes But at the apricary sky I hope I'll find someone I've walked this road There's not an end I've surfed the sea, found no one there I've surfed the sea, found no one there It's like you're in a paradise You're dancing But everyone is blind It's like you're at a party My favorite you don't feel alive Can't feel the sunlight in my eyes 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好現在在論文門的部分呢 我們要把今天的焦點拉回到英國這一端 在英國這一端呢 由於宇宙政經學院的同學們持續的努力 現在快要波雲見日水漏石出 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英國的政府部門已經非常清楚論文門的來龍去脈 而倫敦大學快要崩潰了 怎麼說呢 我們來看看 如果你現在去上 What do they know.com 你會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第一個 你用What do they know.com 去search 出現的第一個頁面 就是You want to make a request 就是你要去做一個什麼樣的詢問的時候 竟然出現了一個 蔡同學的專屬網頁 這個太有趣了 你去看喔 他這個 Universe of London 倫敦大學 已經變成縮頭烏龜了 他現在跳出來告訴大家說 Previously known as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International Academy Now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Worldwide is a central academy body 他的意思是說 以前喔 你們要詢問有關倫敦大學的國際事務 現在呢 我們統籌於一個叫做 University Worldwide 來負責 所以這個Universe of Worldwide 呢 其實是專門處理這個海外學位 包括榮譽學位 包括視訊 包括遠距教學的一個學位的授予 所以現在推出這個Universe of Worldwide 來當擋箭牌呢 不免給大家留下了非常多的遐想 是說 蔡同學2015年去找基德斯處理的那一張畢業證書 是不是後來由Universe of Worldwide去補發的 或者是去榮譽來的 這個我們不知道 不過這個Universe of London Worldwide 當時第一次月上檯面來專職處理蔡同學的事情 好 我們到原來這個 What do they know.com 就是你可以去詢問公共事務 那當然很多人在這裡面問了很多倫敦大學的問題 現在倫敦大學派出了一個新的頁面 新的機構來處理 這還沒完呢 更這個好笑的事情是 他說啊 就是他去解釋了一下 他說 The University of Worldwide The Central Academy body of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Please consider making a request to the university itself rather than to the Central Academy body 反正我現在搞不清楚他在他在講什麼了 就是說 你到底是要向University of London去詢問 還是要去跟這個University of London Worldwide詢問 我覺得他們在他們在互踢皮球了 好 不過他說如果你真的要詢問 還是要跟倫敦大學去詢問 可是你到網站上來呢 我要去倫敦大學 他去跳到倫敦大學的 Worldwide 海外版 重點不在這裡 重點在後面 他說很有趣喔 你現在上網去看 他在他的 What do they know.com 當你要詢問有關倫敦大學的事項的時候 他竟然跳出了一個蔡英文的專屬網頁 他說 A large number of requests are being made to this authority Regarding Dr.蔡英文's thesis 好 倫敦大學如果到今天還敢繼續叫 Dr.蔡英文為 doctor 那他就會讓他的刑事責任繼續往下延續 好 接下來他說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 check if a similar request has not already been submitted before making your request 他的意思說 如果你還是要詢問蔡英文的東西的時候 你要先確定一下喔 你的這個問題以前我們被提過 And that your request follow our house rules 還有呢 你要詢問你的這個問題有沒有根據我們的遊戲規則 Falue to do so may result in your account being suspended 嘿 他說如果呢 你呢 沒有按照這個規則 你的戶頭賬戶 就是你的申請的賬號會被取消 我敢保證 這一定又是咱們的這個國安犯罪團隊給的主意 因為在台灣呢 專門用這個 把別人的這個賬戶給封鎖了這一招 所以他現在交了這個英國倫敦大學 在 what do they know.com 也可以來這一招 不過沒有用 因為 你減少討論的聲量 並不會讓你的論文 讓你的學位 讓你的這個 所有犯罪的事情被被塗抹 因為今天你在 檔案室 跟在這個法務經理heaven can 實際上做的這所有的作弊 有偽證 一個一個被法庭給掀出來 這不過就是其中的一個案子 你後面還有好幾個 你作弊塞檔案做偽證的 email 記錄通信 全部被接出來了 法官所講的只是一部分啊 我們海外宇宙政院學院同學掌握的東西 可能可以讓你下巴掉下來 你可能三年都睡不著覺 好我們再往下看 他說恐嚇一下大家 另外 Browse other requests to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worldwide for examples of how to work your request 還是去教大家說 你去看看 你要提問說 你該怎麼提問 好再來 everything that you enter on this page including your name will be displayed publicly on this website forever 還故意把forever給留下來 他在恐嚇大家 他在說你們在上面留言 我們都會把他記錄都留下來 那太好了 你把記錄留下來 將來我們告你的時候呢 你還可以提出證據 這句話可以證明什麼 證明你不但知情 你還存證嘛 那將來你自己把證據拿出來 你不要告訴我說搞丟囉 你說你們會 display publicly on this website forever OK 再來 他說 Can I request information about myself 當然是no 那他還講了一些相關的規則 不過我想這個 從頭到尾很重要的 他舉了一個例子 他還說keep it focused you will be more likely to get what you want 然後你要讓你的題目呢很聚焦 我們宇宙政經學院同學們 詢問蔡同學的東西 有夠聚焦了吧 全部被當成vexatious 這筆帳我們會跟倫敦大學 What do they know to come 慢慢算 現在還不急 再來 他說 Find out about Dr.蔡英文 他還寫中文 後面還寫個蔡英文 Ask for recorded information held by a public body on any other topic that anyone could reasonably request and expect to receive 他就說你可以去問一些有關蔡英文的資料 我看不懂他這句話到底在講什麼 Ask for recorded information held by a public body on any other topic that anyone could reasonably request and expect to receive 他在自問自答啦 他說如果你要問其他有關於收入的公共資訊的一些問題 除了蔡英文以外的問題 你們可以 reasonably receive 這句話我說真的 每個英文字我都懂 整句話他到底要表達什麼 他叫你不要問蔡英文的東西 還是說你問了也沒用 還是鼓勵你多問蔡英文以外的東西 反正我必須說 英國倫敦大學已經警報大響了 他們竟然會在他們的系統當中出現一個專章 一個專業來處理蔡英文的東西 你就知道對他們來講 已經是火燒紅蓮寺已經是 瀕臨沉下了 他們已經幾乎是沒招可出了 不過沒有關係宇宙政經學的同學們 此刻正是我們趁勝追擊的時候 我們就要在這個時候呢 這個打得他是這個焦頭爛額回不過神來 千萬別停 繼續詢問 被Vexatious也沒有關係 轉個角度問 再被Vexatious也沒有關係 這些東西都是將來 我們可以集體求償 要他們對他們這段時間的 這個不負責任跟違法 付出代價的一個很好的根據 既然今天倫敦大學在 What do they know.com 說 他上面所有詢問的東西 他都會保留記錄 那太好了 將來請你出示證據 好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已經說明了 英國倫敦大學 跟我們的國安犯罪集團 已經聯手全面揹戰 那這件事情我覺得 如果我們從機構面的角度來看 我們真的是在小蝦米對抗大金魚耶 這是台英聯手耶 而且層級到了總統府跟倫敦大學 所以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幾乎是很難打這場仗 但是我們一定贏 因為所有的證據在我們手中 這些證據是沒有辦法篡改的 來不及篡改的 篡改也沒有用的 你只會加深了大家對這件事情 事後追究責任的 民行士追究的天花板越墊越高 如此而已 也會使得美國這一邊 跟台灣這一邊的涉入犯案的人 越來越多 I promise 我可以在這邊 跟所有宇宙政運學院的同學們保證 因為海外宇宙政運學院的這些董事們 都已經 大家都有共識 就是 如果我們破案之後 我們一定會 回頭追究 英國這一端 跟台灣這一端 涉入想要利用公權力跟國家機器呢 做偽證 以及去做任何的動作 去阻止人民 知得權利的所有作為中涉案的所有人 我們都會把它一一扭上法庭 接受面對刑事跟民事責任的追溯 這件事情我們說到一定做到 那就看看囉 英國倫敦這一端跟台灣這一端 有多少人 要去當這個蔡同學 四十年來詐騙行為的墊背 跟共犯 大家就自己評估 好自為之囉 好的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看蔡同學的 This is a note 鬧了什麼笑話 This is a note 呢 今天在一百五十七頁 上面數來第七行 第八行 很奇怪了 它的畫底線又來了 這個時候它畫底線呢 也沒有什麼太多的道理 你看 Any benefits occurring to it 底下是全部打一個實線 這個又不是一個專有名詞 可是接下來呢 再連續幾個字 它又開始打虛線 所以這個前前後後 完全沒有任何的章法可言 這個就是蔡同學的 This is a note 你看喔 它在一百五十七頁 這個 Any benefits occurring to it 這也不是專有名詞 打實線 後面 directly 一個字 or 一個字 indirectly 一個字 under 一個字 this 一個字 agreement 一個字 每個字呢 都是 字跟字之間是斷的 是虛線 所以這個完全不知道 蔡同學這個打字機 到底是怎麼回事了 好今天又到了夜深人靜的時刻 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話語 今天要分享的是詩篇 第一章第五節 聖經上說 審判的時候 惡人必站立不住 罪人在一人的會中 也是如此 跟大家共勉 祝大家平安喜樂 一個愉快的夜晚 明天見 字幕志愿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在下方点下订阅按钮 也别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